好,現在回答3,我準時開始今天的Level 1, 今天Delible Latch 和Information Session 今天總共有三部份,我會負責頭兩部份, Kristy 部份是三部份 人不是很多,如果我講任何東西,有什麼問題就隨便舉手就問,不用去到最後的 有問題就直接問,不用去到最後,大家可以變成interactive 一點 通常我教書都希望互動一點,不希望我講完,很悶的 這個背景,過去十幾年在Captain教CFA的班,從Level 1教到Level 3 剛剛教完班Level 3,本來上個Level 3 但是因為打封,拾好封球,不知道delay了什麼時候,不知道怎麼安排 本來上個禮拜考的,但就有些delay了 剛剛開始頒頒Level 2,希望能夠和大家上上Level 1 講一下我的背景,我其實一直都在現在,都是叫做market practitioner 所以除了在Captain教CFA之外,我另外在其他地方都有做一些金融工作 支持在銀行做,在HSBC,DBS,我是做建生工具的,Structuring 大家聽到什麼,Cumulator,Decumulator 那些產品都是我負責的 2010年到17年,我就負責,我就做Hedge Fund 就做一個Hedge Fund CEO,看到香港的股票市場的輕衰 就是大家聽說,過去幾年就做Purfect Equity 那些公司去Startup Rating 我自己本身在Startup在Coverport,坐在Core F 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探探我 所以其實過去幾年,除了教CFA之外 一直都是參與市場的一些運作 我就很希望在Level 1 和2 和3 除了跟大家說一下,所有目標都跟大家拍CFA 在裡面都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工作經驗 因為為什麼呢?老實說,CFA的東西是很乾淨的 大家看一本書就知道了 有一點難聽的一句,門讀法方的東西是很滿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能夠將一些CFA講的東西 和市場發生的事去掛勾的話呢 那是更加興趣的 所以今天我講的 topic 簡單一點講的 topic 就是Fixed Income,就是債券 如果大家聽到最近內房公司爆煲爆煲的那些 我會留言一下 其實我以前也是做債券的 所以今天發生的事情一點都不奇怪 我幾年前在報紙寫文章都說過 出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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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就負責頭兩部份 講一下CFA的program 特別是大家很關心出這些改變 然後一起去改變 好,老實講 有些改變是在名義上改變 而在實際上沒什麼改變 但是有些比較大的,因為我會給大家解釋 另外會做一個demo lecture 就測試時間幾多 在demo lecture 裏面 就有時間講多一點 沒有時間講少一點 講一下CFA的program 或者是個好處 如果你想去CFAinstit的網站的話 這些都是主要的employer 請留意這個不是local 即不是香港employer 這是global employer 所以中銀、渣打 當然是香港很大的銀行 但是global 也是一個很大的CFA charter employer 也有其他的iBank 也都在裡面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那我就想講一下這張圖 其實我最後要更新一下 因為這幾年發生很多事情 我本來的舊的圖都更新了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在最後一天 你想讀CFA都是想找工作的 Let's face it 就是想有一個good career 所以大家很清楚 香港的金融市場 都幾大的 老實說香港經濟 大家也知道 都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越大的金融市場 然後周邊有些衍生出來的行業 我想講一下金融市場的公眾 很多人就不知道 其實金融市場裡面 香港是一個很大的板塊來的 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公眾 我想講一下CFA 如何配合在裡面 剛才提過 我本身是做 即是一段時間是做基金的 基金我們在這行中 叫做buy side 那為什麼呢 有基金買股票 買債券 就buy side 所以這個字 我們在這行中用 buy side 裡面 有個機構很重要的公眾 大家也聽過 就是所謂的金融經理 在報紙上 某個金融經理 某個金融經理 那金融經理 就負責去組織一些 portfolio 比如說如果打NPF的話 我經常問一下 NPF 你買了一套金融的 是誰 不用問你了 我知道是誰 但假設有金融經理 假設有一個 假設有一個 誰我都不知道 但又是一個 如果你是做 所以是Active Fund Active Fund 因為基金裡面分成兩大 類 大家知道 Passive vs Active 如果Passive的話 就跟指數 例如恆生指數的基金 例如A50的基金 或者是S&P500基金 那些是沒有分析員的 因為那些基本上 指數買什麼它買什麼 就不需要什麼分析了 但香港很多的基金 其實都是Active Fund 所以是分析員的 所以分析員 也是很多的 CFA Supposed 另外當然講到Traders Backoffice 那我就不詳細說了 所以BuySite裡面 可能大家經常聽到 兩個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Game經理和BuySite Analyst 這些很多都是CFA的 持牌行事 然後跟大家說 CFA到Level 3 它主要的Training 就是Perfume Management 和Perfume Management 和Perfume Management 所以這其實是Level 3的最後目的 CFA整個最後目的 就是Training你做PM 其實這就是ultimate目的 那我講講這邊 那BuySite的對家就是SaleSite 那當然SaleSite 近年也有很多變化 譬如一間很大的SaleSite 就是Credit Swiss 還不見了 已經收拾了 已經炒了很多很多人 包括很多朋友 那SaleSite就是所謂投資銀行 大家經常聽到 什麼SaleSite Report SaleSite Report 什麼大空報告 就是這幾個東西 就是這裏 那SaleSite裏面 譬如我之前做了一些Structuring 就是砌Duritives In fact 在Level CFA裏面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主題 是講Duritives 那所以我鼓勵大家 就算你想真的讀CFA的話 無論1,2,3也好 我鼓勵大家炒一下卵 我認真說 你炒完卵 CFA覺得很像 你不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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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知道 炒卵一手多少錢 隨便說 一個卵一手多少錢 大概香港高子 我真的不知道 隨便說 香港買了一手卵 大概多少錢 大概多少錢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不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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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千人二千元就賣到 如果你嫁我 那些 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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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太貴 不用買這麼貴 一千人二千元 吃兩餐飯就行 去兩次街 夠了 你炒卵 你不炒卵 基本上 對於行駛 什麼時候到期 價內價外 你會是 當然 阿倫 做不到什麼 去到 level 3 很多 strategy 炒卵 但我想說 CFA其實很普遍 很 practical 但等於 我教你踩單車 但你不踩的話 你一輩子都不知道 單車怎麼操作 所以很多事情 香港人 我估計大家 一般都會買股票 一般都會買股票 但其實股票占 CFA占很少 所以 幾千元就交易 所以 絕對鼓勵大家開戶口 去吹一下 沒所謂的 贏錢吃飯 輸了就交付費 沒所謂的 剛才說 大行報告 大行報告 就是research sales 社 大行報告 顧名是C 目的就是 售東西 售公司 售 deals 售 research 其中一個 我的 就是 research 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幫公司 賺錢 Investment banking Investment banking 就是所謂的 就是 一個 很重要的業務 就是幫公司 賺錢 一個 deal 裡面 一個投行 如果是 股票的話 公民賺 2-5%的費用 如果是債券的話 賺1%的費用 所以 但你要 銷售 股票也好 債券給別人的時候 有份 research report 你們report怎樣銷售 就是 你有個故事告訴別人 為何你買了股票 為何要買了債券 所以這些就是 其中一個很大的公眾 是CFA 所以 譬如這裏 Economists and strategies 所以 經常聽到 新聞裡面說 訪問 某某投行 經濟 經濟師 Economists 這樣 CFA 其中一個很著重的東西 就是 所謂top-down approach 很簡單 大家也知道了 現在為何香港的事這麼弱 香港的事這麼差 有很多原因 香港的事很差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 阿爺經濟不好 阿爺經濟不好 香港的經濟都不會好到哪裏 這也是事實 所以留意一下 香港的出口 跌了 差不多兩年 過月跌了 出口是 所以 其實對大陸股票市場的表現 和經濟是不會脫鉤的 經濟不會太好 因為太好的話 聯儲會加息 加息對股票都不利 但是經濟太差的話 亦都是非常不利 香港就有這個情況 經濟不好 你變不了錢出來 我經常說 你怎麼變得都不能出錢出來 股票都會升 那全部都是 那些留意一下 很多公司不是輸錢 就是盈利後退 這些絕對對股票不利 所以 要看經濟的表現 說到這裏 不想花太多時間 另一個想說的 一堆工種 就是來自所謂的 Corporation 那 For example 有一個角色 在公司裏面 是CFO 所謂的財務總監 如果你是一間 上市公司的財務總監的話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幫公司提供錢的 那所以 你對於這個 Investment Banking 這班人呢 就是對家來的了 即是你要採取錢 那就跟他們 那些投行 那你有什麼融資需要 無論是債務 或者股票的話 那投行就幫你去 去execute這件事 那當然 我講過了 他不是免費的 他會收錢的 收個費這樣 那我很多學生 Invest 其實 就算還沒有償還 那些公眾 就是IR Investor Relationship 有沒有人知道IR做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IR做什麼 IR 如果你本身不是太野心的話 如果你太野心就不適合你的 如果你沒有太野心的話 是絕世好工來的 是絕世好工來的 很簡單 一間上市公司 那怎樣都養了兩三個IR 香港幾千家純粹公司 都約了很多人回來 那樣的 那其實呢 他就安排 那些Buy-site Analyst 或者Sell-site Analyst 去見公司高管 而已 他就負責接電話 收E-mail 去約時間 那不是很爽嗎 所以如果太野心的話 就不適合你的 因為很boring 但是如果你打算 安定定 過了下半篩 通常是讀 comset 如果你是IR的話 一條路就讀 comset 簽一下名字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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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的工程很固定 那樣 那樣 如果你的公司 譬如在內地 那樣 有很多機會回內地 去看看 公司 很多人都在高管 內地 上海北京 那樣 那樣 但是那些investor 就是 based in 香港 所以會兩邊飛 兩邊走 那樣 所以都是一個 都不錯的工程 特別適合女性 另外呢 就是所謂的 cash management 包括ethics 那很多的公司 都有大量的現金採導 那你的流水帳 很多現金 那你去到某個地步 都想invest了現金去的 那有些就會很保守 因為做定期 不要犯太多事情 做定期 美金就做美金定期 港幣做優子定期 人仔做人仔的 但是有些aggressive 就做一些structural product 那些譬如 我會掛勾 股票掛勾 那甚至我都會 吃一些公司 再aggressive 去炒股票的 反正都要事這麼低 就自己炒一份 那樣 那所以這部份 都有投資 可以做投資的成份 在裏面 好 那other 我想我時間關係 就不多說了 那我學生裏面 都不少是accountants 那譬如 很多時候會計裏面 做auditing 那你都想知道 譬如一些 一些financial asset 如何去value 那這些都是CFA會教的 會討論的 好 那這裏講CFA的program的特色 我都不會太詳細說了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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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真的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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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大家知道 那譬如香港在會計裏面 都不會有 一些小的 銜頭 那譬如 香港CPA 那 那香港也有些 澳洲CPA 那些英國的CPA 那這樣 那但是呢 CFA是一個 global的銜頭 不會再分香港 不會再分澳洲 不會再分美國 也都不會再分英國 是一個 global standard 那就是一個很長 很長很長的 CFA一個 charter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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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考試了 我覺得就是 基本上就是考試了 那 那 那 Focus on knowledge essential to the investment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那我想說一下這句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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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說一下這句話 那我想說一下這句 就是 就是 try to create一個比較 其實你問我一下 是 try to create一個 bought-based education bought-based education 那所以 裡面呢 他要走過很多不同的工種 那 那據例子 譬如今天我會講一些fixed income 那 那也有講equity 有講derulatives 有講private equity 有講hedge fund 就是各樣每個都講一些 那 請留意一下 CFA從來不打算是specialized 其實CFA到level 3 你問我呢 都是一個bought-based education 他什麼都講一些 什麼都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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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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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這個point是這樣的 那我譬如有很多學生 是本身做銀行的 那銀行是不是finance 我又不敢說不是 但是銀行其實在finance market裡面是其中一個板塊來的 是一個 一小部分來的 那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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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香港是做i-bank 你做i-bank 那 那 但是i-bank一般來的香港其實都是做equity為主 其實 其實 fixing 香港呢 都不是那麼大的 尤其是最近幾年已經適味了 因為 都死了 fixing 那 所以呢 其實你反正在cf的世界裡面呢 有些你可能會比較熟悉一些 有些product你也炒個股票 先說我 我也炒過股票 那 但是fixing 你沒有機會 一般人都沒有機會碰過的 那 卵你會碰過 因為我說幾千塊交易而已 那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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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裡面有些產品你會熟悉一些 但是有些產品比較難見一些 但是呢他 try to create 一個比較大的 spectrum 就從一些比較 common的東西 去到一些比較 sophisticated的東西 去到一些比較 sophisticated的東西 他 try to create 一個比較 broad-based 的 education 給你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有用的 那 因為 老實講 我入行幾十年 那幾十年 香港call and call 金融中心 那就是yes or no 那你問我是 就是香港有些東西呢 是ok的 那也有些東西呢 是差到七彩的 告訴大家就行了 就是有些東西 那是根本不入流的 那所以有些東西就 就自己觀察一下 就是有些東西在香港是很強的 我不否認 譬如 香港的FX market 是很強的 香港的IPO market 是曾經很強的 曾經很強的 但everything else 其實都不是那麼強的 老實講 所以其實香港是一個 比較 fragmented market 你跟美國 那就是 美國就是everything強的 沒有東西不強的 美國是 每一粒全都是第一 排隊 就是第一和第二 是搞十條街的 不是差一點的 那 那 Entry record requirement 那要講到怎樣能夠報名 那 這三個條件 老實講 很難拆不住 那第一個就是 你有大學 degree 或者還有 兩年畢業 所以其實 supposed 你第三年 大約三年都可以報名 考CFA 那或者 甚至有四年工作經驗 就是你完全 如果基於這裏 你不是大學生 但是你有四年工作經驗 都可以讓你考CFA 現在是 因為這個跟以前是鬆了很多的 那 讓你考CFA 和charter 是兩回事 那你怎樣怎樣charter 那charter 基本上 那裏有四個requirements 那一個是 三個level 那第二個 就是有些 所謂的 相關工作經驗 那樣的 就assume 是三十六個月 的 就跟 那三十六個月 重點就是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那 他就說是 跟投資有關係的 work experience 但是 跟投資有關係 這個字其實 都是很 flexible 的 譬如accountant 那樣 你看看 final statement 都算是跟投資有關係的 那其實呢 就很難找不到 跟投資沒有關係的公眾 香港是老實說 除非完全是 你做警察 做消防員 那樣就能夠失敗 但是基本上 你是會計 你是銀行那些 就是你 你share產品給客人 其實都塞在裡面的 你是保險 那保險是 投資產品來的嘛 都是塞在裡面的 所以很難 擠不到這個requirements 那 那 references 那這些就不難的 那我通常都 很多時候我幫學生 都寫reference letter 那其中一個是我 那另外就給錢 做member 那這個就很簡單 CFA 建設開眼 都是 那 剛才提過 那CFA 有三個level的考試 那 不要說太遠了 我focus on 那 對我來說 就是分解是很簡單的 Level1和Level2是一個unit來的 我再一次 Level1和Level2是一個unit來的 那 所以你犯了Level1和Level2 很多overlap的 基本上 那些topic差不多一模一樣的 那 只不過Level1就是 一個entry level 那Level2 讀深一點而已 但用測試的topic-wise 基本上沒有大分別的 那Level3是另一個世界來的 讀另一個東西的 那Level1和Level2要讀些什麼呢 那答案就是一個英文字而已 那就是valuation 那就是估值 那就是說 for example 那你留意valuation這個字 你經常聽到 即是看報紙也好 Taxman也好 也經常說 港股抵買 抵買 美股太貴 A股抵買 你抵買 不是我講的 報紙講的 Disclaimer 我不會拿給別人的意見 匯豐target price 是70元 這時候背後呢 其實就是一個valuation concept 甚至來說 今天很多香港人 在struggle 樓價跌了這麼多 買買樓 買買樓 樓價的樓價是否買 那樣 那全部其實留意一下 都是一個valuation concept 都是一個valuation concept 來的 即到頭來 樓價也好 樓價是level 2 樓價是level 2 房地產的 那股票 債券 其實這個是一個 其實看報紙裡 經常看到一個concept來的 譬如我剛才講的 我做PE的 private equity 那變成很多不是上市公司 一些private的生意 那些startup 因為我幫助融資的時候 我都幫助valuation 譬如它sale10%的公司 那10%是多少錢 那全部都是valuation來的 那每天都幫你計算 每天都幫你計算 每天都寫一些report 那些其實就算不是專業投資者 但基本上看報紙 看新聞 你留意身邊發生的事的時候 這些所謂valuation 譬如我剛才講的 現金樓模型 PE 譬如銀行股 Pi support value 其實香港經常聽見這些概念 不是新的 你買樓 那有多少yield 其實Believe or not 全部Level 2有教的 那些樓有多少yield yield是什麼 yield其實叫cap rate 有學名的 cap rate 那你Level 2學回 那這些其實都在CFA裡面會講的 那其實對我來說 Level和Level 2 就是valuation 那Level 3是怎樣把這些 combine在一起 和我的portfolio 那這些就有機會再講了 好 那這個是個topic rate 那我就複放上Level 1 Level 1 那 那 CFA Level 1 就有15至20%的syllabus 就是考試的比重 就是你把這個percentage 成分 應該是大概是 88條MC 乘2 每個session 每個session 大概是88條MC 就是成分 88條乘2 大概就是那些題目的比重 大約題目的比重 那就是 所以它的比重 是represents 題目的多少 題目多少 其中一個最大的topic 就是ethics 那 CFA 1,2,3 都是很專注於ethics 那 那個good news 是怎樣 Level 2 at this moment 1,2,3 ethics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讀了Level 1 是ethics 2,3 就省了很多時間 因為那10% 就是Level 2 和Level 3 那10%是送給你的 因為基本上是同一 set ethics 那裡面講一下 什麼要考慮的事情 譬如 什麼要做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不可以有利益衝突 要以客為專 就不要操控市場 那這全部Level 1,2,3 就講了 那Level 1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topic 就是quands quands quands 基本上兩個重要的topic 那有些人會熟一點 有些人會熟一點 有些人會不會熟 那一個time value of money 那其實就是annuity 一到頭來所有的security 基本上都是一 set 現金流 那我們就discount 那些現金流 去計算個present value 所以計算present value future value 那些 代替當中可能很多人都熟悉的了 那所以呢 有些同學 或者朋友應該不太難的 那另外一個topic 就是statistics 就是統計的statistics 那 again 視乎大學裡面有沒有讀stat 那Level 1 In factLevel 1的stat 是不深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大學的stat 就是一至頭的stat 什麼statistics 1 就是business stat 那些東西 如果大學裡面讀過 其實多些都會見回 的 就是怎樣計 Average 怎樣計 Mean Central Limit Theorem 那些都會見回 但是都會是 那Level 1 有一個比較大的topic 就是econ 的 6-9% 那 Unfortunately Level 1的econ 都幾大一下 裡面很多東西 那就是Micro Macro 加上Global 那Micro 就是你的demand supply 那些理論 那Macro就是那些 那些公司的business model 那樣 就是Monopoly Versus你的perfect competition 那另外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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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cal policy Versus monitor policy 那 Global 可以說一下 那些currency 那 然後一個很大的topic 就是Final statement analysis 那其實就是會計的 那如果本身你是讀會計的話 恭喜你了 那你省很多時間 那如果你本身讀會計的話 那是有困難的 那其實那些是很基本的 開始的 那些什麼是crew accounting 那些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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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一下 CFA 基本上 是 他當你什麼鬼都不認識的 但是有時間關係 那你認識的話 當然就快很多 Cash up 那樣 但其實CFA 基本上 都當你什麼都不認識的 他基本上有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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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ars Cost M spies 什麼叫做 stripe Planning 像 但是重點其實他最後想講 明白一樣東西 都是想你知道 不同公司 有不同入帳方法 所以兩公司 一家說賺 forced100萬 一公司說賺借 200萬 可能做的一模一樣的,是一模一樣的,只不過有不同的方法入帳,令到 profit 差那麼遠,就是所謂understand的 concept 所以當你比較公司,當你比較 apple vs samsung,當你比較聯通和粥移動的時候 你要understand大家有不同的入帳方法,這些很多時候有些數字的偏差 好,接著就是 corporate finance,capital budgeting,怎樣公司派息,另外一些公司的capital structure,一些理論 接著就講 valuation,就講股票 valuation,fixed income valuation,duality valuation,alternative asset valuation 所以另類投資,包括了 commodities,hedge fund,包括了 crypto 還未講 crypto,包括了 real estate,包括了 venture capital,這些 product 最後就 wrap up by a portfolio management 好,這個考試的timetable,明年level 1,offer了四次,就是這個timetable 基本上,cf是每年update的signals的,所以假設你是明年考level 1 假設你考二月,如果肥了的話,去8月或10月再考,signals是不變的 但如果你假設一年之後再考的話,signals就會更新的 但是一年和一年次update就未必那麼多,未必那麼大 但是慢慢 cumulative 的話就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每一年,譬如你考2024年考試,signals是一個來的 去到2025年你一個,會有些改變 這個就是最理想的情況 如果你在明年2月考level 1 那你pass了的話,去8月考level 2 那pass了的話,去到明年2月就考... 不是,後年2月就考level 3 那就會順利charta 如果你肥了的話,就有些delay 就是這樣,這個是最快的路徑來的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可以 好,那考試format就是MC 兩個session 每個session是90條MC 我以為無色光數是88條 是90條MC 那passing rate呢 就...level 1大概是40%左右 那十個就死六個 那樣啦 所以都... 那passing rate不高的 就是都幾...幾新 那你當然啦 passing 1之後就pass level 2 passing level 2就pass level 3 那我想說幾重要的一件事 對我來說,如果你是,Level 1是挺重要的,因為Level 1是Level 2的基礎 很多同學是通過Level 1,但如果讀得不熟悉的話,Level 2會殺你 因為Level 2是基於Level 1的,所以如果讀得不夠熟悉的話,Level 2也有困難 OK,我想多說一點點,這個比較重要,就是明年的改變 有一個字叫Focus Curriculum 我想說它的原意是什麼 其實明年,比到今年,Level 1的基礎是小了 而Focus少了不少,即是說,我可以告訴你,Focus少了大概三分一 那你先不要開心 如果看回昨天的六本書,那本書還在這裏 那你就很奇怪了,你明明這個Service小了 為什麼那些業數沒有變呢? 原因是這樣,其實明年的做法令我很混亂的 它將今年的Service,在很多項目的前面幾個reading 抽出來,就成為了,即是它說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所以它是不考的,它告訴你不考的 所以Service,如果是Define考試考的東西的話 是小了的,要同意 但問題就說,那些東西其實是Foundation到後面那些東西來的 所以你不認識那些東西的話,後面那些東西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來的 即是譬如說,你不知道什麼是Income Statement的話 後面計算Port Margin,你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來的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讀什麼是Income Statement呢? Income Statement Structure,什麼是Operating Profit 什麼是Earning Pre-Share,那些都要認識的 所以其實它就很笨你,就說我考試考少了,因為我考後面那些東西 這是真的,這是事實來的 但問題就是你後面那些東西,比上前面那些東西 那前面那些東西呢,我們Covering基本上都會教回來的 我告訴你這些不考,但都盡量會教回來的 因為如果你前面那些不熟的話,後面也會有困難的 例如ECOIN那樣也是,它就是一開始,譬如ECOIN那樣 你知道也挺長的,但是譬如你講一些政府怎麼去 講個,譬如火幣政策那樣,Multipolicy那樣 Multipolicy的背後,其實它以前先教GDP,然後教Multipolicy 那GDP就抽出來,就叫Pre-Reading,或者不考的東西 只是教Multipolicy而已,但你不知道什麼GDP的話 Multipolicy也沒有意義的東西,Fiscal policy也沒有意義的 所以那些東西我都會教回來的 所以,Good news or Bad news? Good news 就是說,考試的而且是小了,是真的 這個CFB沒有騙你的 所以Streamline了,是對的 但問題就是,如果看它的Pre-Reading,加上Pre-Reading的話 那CFB是沒有小的,絕對沒有小,要大了一點 所以,CFB的其中一個比較吊詭的地方 就是,你拍不拍CFB呢,很視乎你的背景 即是你會計算,你數好一點,是比較好處 Let's face it,裡面的CFB有很多數,很多是會計算 你會計算好,是比較好處 如果你都不是這幾乎的話,是困難的 從start from zero 即是你什麼account accounting都不知道 什麼account payable還沒搞定的話,是很困難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明年除了考試之外 就加了Practical Skills Modules 有兩套exercise 在網上,你要做了它 那應該是不grade的 就是pass or not pass 它不會改你的 也都沒有分數 基本上做完它,complete 了它 我猜就應該可以了 但呢,Exact的module是什麼呢 即是Exact的content是什麼呢 我暫時都不知道 但呢,它宣佈了這個module 所以,for level 1 呢,就是兩項 一個就是financial modeling 那我絕對贊成的,應該認識的 CFA Level 1 應該認識的,financial modeling 那第二個呢,就是一個Python的exercise 一個Python,可能給你一個Jupiter Notebook 給你,那可能叫你 可能就這樣shift card Ctrl shift,run code 這樣 但那些呢,是在網上做的 那考試不考的,考試不考 那我猜就應該不是太難 它要step by step 教你做 那部分就是0和1的 因為你passing pass,pass就可以了 但具體的內容呢,我都不知道 所以呢,level 1 呢 應該有兩個module給你選擇 一個就是Python的programming 一個就是快速modeling 那我就 suggest 大家做快速modeling 一個很有用的skill set來的 即是和CFA比較 relevant 那第三個呢,就是digital badges 那以前呢,你就基本上 要是CFA Charter 要不是CFA Charter 那CFA Charter 讀level 3 那明年呢,level 1和level 2 有一些叫badges 就是放上link in的,可以放上link i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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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意思是 你passing level 1 或者passing level 2 那以前是沒有這個offering的 現在是多出來的 那等一下,Krissy會詳細說 我想,我們captain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assistance給大家 幫助大家控制時間 那,無論CFA level 1和2和3 那個curriculum也大到無比 是大到無比 那,我是認識一些人 自己拿一本curriculum 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的 是有人的 亦都passing到的 我絕對沒有說到 你自己讀 即是自修不passing 我絕對不講這件事 那事實就是這樣 就很花時間 亦都不是這麼efficient 所以我們其實就 比如這個就是 大家看到上面 就是CFA的curriculum 現在當然是PDF版 但是PDF版 裡面是很長的 還有呢 那些英文都挺艱辛的 實不相瞞 還有一些例子 他拿真實公司的例子 就變得複雜很多 那Captain做的事 就是把那些例子簡化了 用一兩張 一兩頁紙 就可以想你告訴你 對CFA需要懂什麼 所以大家就省了時間 好 那這個應該我想CRISY會詳細講的 那我以下的時間 就做一個demo lecture 那我都 因為都 到十分鐘左右 我想留一些 事實秘密等問題 那我想搞 topic Fixed income 就是所謂債券 那香港的 我想說香港的financial market 其實是挺unbalanced的 那equity呢 是ok的 香港的equity market 就是in terms of liquidity 或者規模是ok的 香港的fixed income market 是相當不ok的 甚至來說 是陰陽怪氣的 為什麼呢 香港bond market發的那些 就是難聽的 全部都是垃圾債來的 我認真說這句話 香港發的bond market 全部都是垃圾債來的 就是那些IG bond 香港是發不了 所以很多人在香港賣債券 對債券很壞的印象 全部都是輸錢的 變成很壞的印象 其實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呢 CFA其實都說 開始說 賣債券的market很大 但是香港就做一個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這部分 是給一些 所謂 jump bond 做這些bond 但是其實market裡面 整個market就這麼大 那你不可以因為這部分做得差 就說整個market不好 那反過來 其實整個market整體來說 比如你看美國 啊 日本那些 是很健康的發展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香港很大的issue 那我也想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些 information 那你買債券的時候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那哪個issue 就是哪個欠你錢 那記住啊 因為呢 一張債券就是一個contract 那發債的人就是債仔 那你買債券就是債主的 所以問題就是問 就是誰是債仔的 那債仔呢 就有幾種形式 那譬如最近新聞經常說 那些所謂的 那些內房 你的碧桂園 你的萬達 你的恆大那些 所謂的企業債這樣 OK 那另外就是sovereign government 那就是主權債券 那香港的主權債券呢 就是你的外匯金票據 外匯金債券 那內地的話 可能大家聽說 就是所謂的央券和央債 那內地 那如果是美國那些 就是churchary bond和churchary notes 就是國庫券和國庫債 那樣 那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名堂 那日本的叫JGB japanese government bonds 那英國的叫guelts 那通常都有些名字 那很多花名字 那每個地方發債 那non sovereign government 那就 剛才說了 那譬如霍三日就說內地 那內地中央法那些 就是央券和央債 OK 那就是upposedly 就是中央法行 就是北京法的 那但是 就是 內地都有幾十個省的嘛 不要問我幾個 只有一個 不要問我兩個 那有幾個省的嘛 那些省都會發債的嘛 那些就是non sovereign governments 那甚至說 你城市都會發債的嘛 有些城寨的嘛 那些都是屬於這個白範疇 那美國一樣的而已 那美國就是federal government 那federal下面就是你的 state 和你的 municipalities 那些就是non-state的 government 那當然啦 那那些雖然是政府 那但是 安全性 相對中央來說當然是差一些 當然是 cross side government entities 那我想說多一點點 那我今天呢 所以剛剛穿得不是太整齊了 因為我剛剛下機 那機場那個發發飛過來 那機場呢 就under機管局啦 那機管局呢 其實就是cross side government entities 來的 那機管局呢 本身是一間私人公司來的 是一間私人公司來的 是一間私人公司 是一間副分制 那所以呢 然後你上網呢 可以download an end report的 它是股分制的 那那一個大股東 當然是香港政府 那所以就屬於這類 cross side government entities 雖然是官方 雖然是私人機構 雖然是官方 但是跟政府關係很密切 那所以呢 理論上 理論上呢 政府不會出事的 就是簡單來說 如果機管局出事的話呢 那香港政府 應該來說 就不會不夠的 那這個 所以這類債券的評級呢 通常跟中央不會差很遠的 那如果留意到新聞 那內地很大的issue就是說呢 很多這些所謂cross side government 今天就說是cross side government 那過了那個日子 出問題的時候 爺爺是不認的 爺爺說不認識他誰來的 那他就做了一些問題的 那香港就沒有這些issue了 那除了香港的基本局之外呢 另外譬如社區重機局 那些全部都是 under這些範疇的 那supernational entities 是一些跨國的一些機構 那譬如for example 大家聽過了 World Bank 是銀行 那亞洲就是你的亞投行 另外就是亞洲發展銀行 亞投行 那歐洲也有類似的一些機構 那另外一個 一個最後想說是SPE 那很多公司發債呢 就不是用自己的名義的 那會放一個子公司出來 然後用子公司發債的 那一個好處就是 萬一死呢 就死了兒子 就不會死了媽媽而已 那所以就發清界線 那沒事的時候呢 投資者覺得 兒子媽媽一定支持的嘛 那有事的時候呢 就等媽媽說 兒子 你借錢給你那個人 不是你借錢給兒子 不是媽媽來的 那所以他死就沒有關係的 那這些SPE都在市場上 是很常見的結構 那通常是在K-MEN成立的 那另外 那買債呢 就問什麼時候到期呢 什麼時候到期 那到期 那所以買債呢 那很多都會到期日子的 那譬如 譬如 今天是9月6號 即是2023年 那譬如10年的債 那就是2024年9月10號 那這就是Mature date 那Mature date 那Mature date 就是fixed了的 但是除了時間過去呢 剩下多久到期 那叫Tenner 所以Tenner就越來越短的 所以Tenner就問你 還有多久到期而已 那除了時間過去 10年變9年 9年變8年 8年變7年 所以越來越短的 但是Mature date 就不變的 所以認識兩個字 Money market 和 capital market Money market 的產品呢 在香港 就是港幣基本上不存在 這個Market很小的 真是差得不得了 但是如果今天 在內地 和在美國 是大到無比的 因為這個是美國 其中最大的 Band Market 就是最大的部分 來的 Money market 簡單來說 就是短債的 就是短債 那什麼叫短債 一年之內到期 的 by definition 一年之內到期 到期 那 就很大的 Market對於短債 是很大的 demand 很大的 demand 今天如果大家 手頭想美金 那譬如我當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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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很老實講 今天呢 當年有些美金的話 那你經常聽到 四五利息 我經常聽到銀行四五利息 那我想問 你 建一間銀行 你想拿著美金 你拿四五利息 要做定期做多少錢呢 那就是 你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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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ing 你把錢 其實不太多的 所以 在市場中有一個 產品 叫money market funds 所謂貨幣市場基金 那貨幣市場基金 就投資money market 這類的投資 那就是短債 那短債呢 由於短就很安全的 那我經常都說 公司要死 都不會死那麽快 一年之內 都不會死的 那第二根質素 就是賺那更高的利息 當然 如果低於銀行定期 都不能吸引,那是公銀行定期的 譬如銀行定期給你兩利息給你,還有四、五利息給你 其實裡面,很多money market fund,譬如我認識的那些 是差不多五利息的,而且都可以隨時redeem的 不用等到期的,應該是T加1redeem的 你今天給他一個reinstruction,T就可以拿到錢回來 所以很多投資者就很喜歡的 現在很多內地人買的,因為他只信美金,不信港幣 所以money market 就是短債 capital market 就是長債 如果大家聽過名字,有個字叫DCM dead capital market 所以香港,我也講過money market 基本上不存在 香港是不存在的 但香港有一個叫dead capital market 過去來講,就幫內地公司,不一定是內地 香港都有的,發債 所以大家通常長一年,三年,四年,五年 這樣就叫dead capital market 就是這個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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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character 就是coupon rate 就是一連拍幾個息 所以債券的每一張bond 每一張bond有一個所謂的coupon 比如五厘息,六厘息,四厘息 你每年收的息 就是coupon rate 成本金 我當你買一百萬 一百萬,如果coupon rate四厘息 你每年收四萬元的利息 沒多沒少 也有另一個詞要認識的 就是coupon frequenc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過 香港有些bond 或者你家人買過的 叫i bond inflation link bond 有沒有留意到 香港的inflation link bond 是多久派息的 是的,就半年的 香港是跟美國制的 美國債券是半年派息 這個是standard來的 有禮外 永遠禮外 但是美國政府的債券全都是半年派息 美國公司的債券一般都是半年派息的 所以我們叫semi annual 這個是一個美金的convention 香港是跟這套的 跟這套 ok 那反過來 今天你看歐洲 歐洲一般是annual pay 一般是annual pay 所以譬如日本也是annual pay 所以你買了債券的時候 你都要問一下 喂,幾多派息 先用一個例子 如果是一百萬面值 4%的coupon rate 一年四萬元利息 半年派息的話 每次收兩萬元 如果是一年一次 每次收四萬元 就是這樣 另外呢 一間跨國公司 譬如HSBC 一個跨國公司 如果你真的去boonberg 裡面 按它的債券的話 你要按到很多很多張出來的 幾百張 有點限定的 page up down page down page pay up 十幾二十次 都未完的 有時候 奇怪的現象 有些幫利息很高 為什麽利息高 7利息8利息 那麽利息高 HC無論是高利息 很多時候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currency 大家知道 有些currency是高利息一些 有些currency低息一些 所以今天你買 跨國公司的債券的時候 也都留有一個currency 當然你買美金 美國政府那些一定是美金 你買香港政府那些是港幣 那些就沒有什麼 例外的了 但是你公司債的話 那就是很多種選擇的 那我三婆常說 今天你買了恆大的債券 香港那些是全美金的 不是人仔 所以那些公司是內地公司 但是他買了債 是一張美金 發了一張美金債來的 好 我講完這裏就完了 今天你買了美國政府的債券 那大家知道 美金上面寫著四個英文字 就是engard you trust 那美國佬就說 你信我就買 不信就不要買 就是四個字 你信我就買 不信就不要買 那當然很多人相信 所以總是國會和白宮說不定 所以在美金上面 譬如一些政府債券 基本上 就不會答應做什麼 總之我答應到期派息給你 到期還本金給你 那就是這麼多 他不會做一些事情 去滿足你的要求 但是公司債就不同了 公司債很多時候 就反過來 就求你借錢給他的 你借錢給我吧 那你作為投資者就問我 我怎麼借錢給你 為什麼我會信你 所以公司 那時候公司 在債的條款裏面 有些叫confidence 是保障投資者 就是make you feel better 那你feel better 那你就借錢給他 所以目的就是 減低風險 令到你願意借錢給他 這叫confidence confidence 就分成兩大類 affirmative 和negative 那affirmative 就是說公司 要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 去保障你的利益 保障債主的利益 包括什麼呢 那就是 譬如準時派息 準時派息 如果有些資產的話 那就要買保險 去保護資產 遵守當地法律 那negative confidence 就是不可以做什麼 去損害債主的利益 包括了 霍利沙媒廣道 不可以派股息 一個簡單的 如果公司派股息的話 就會 debit到公司的cash 那是對債主不利的 公司的cash 少了 對債主的保障 另外就是 甚至不准做M&A 這樣 這是很常見的confidence 目的就是保障債主 好 現在8點07分 我停在這裡 看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關於CFA的考試 或者課程 有什麼問題 去問問 開啟給大家 是 嘴問 不用怕走 E解1 2解1 這個應該沒有錯 2解1 選擇反射modeling Excel做而已 簡單一點 當然Python也有好處 Python現在7GPT都可以寫出來 都不所謂 是你答案 OK 可以 我自己立下去 真的不要大分別 我就這樣立下去 不過 這樣 都是一句話 他有一些 來回到這張單字講 講 到這裏 Focus 他再想 他把你今天要讀的東西 斬開兩部 兩部 一部 一部叫PREREDIC 那些support是不考的 考就考後面一節,所以基本上這件事就變小了 所以今年那些東西,我不知道你的背景,如果那些pre-reading你認識的話 真的可以,譬如你本身會計算底的 你什麼叫發言金 statement,發言 balance sheet,你都熟熟了 那些pre-reading你真的可以不看,譬如你本身讀econ的,大學讀econ的 那你什麼GDP,你完全認識了,那些可以 skip 但是如果本身你不是的,那不是由頭到尾,再看一次 那些東西是看完之後再讀考試的東西,所以你問我分別不是太大 回答你,我覺得比較大的分別 我覺得那個女同學問到那個spectical skill module 我覺得就不是太難的,網上應該跟十個中文 其實現在很流行的都是,如果你本身上那些online program 我跟Sera,Edit,所以都在按按鈕 按鈕 蛤? 我暫時留意到,我看不到有 我看不到有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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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製券 我也是 如果可以放 junior 這時候跟他是 3129 ד與從 要講一講四五堂還沒講完 還有我也是教授 我不覺得需要認識這麼多東西 我不覺得你出來 需要知道這麼多東西 我做這麼多年 我都覺得你聽過一下 但其實不認識也沒所謂 不同部份的分析時間又有什麼建議 那些什麼情況 就是這樣 我從來不叫同學不要讀的 這個不是我的工作 不如這樣講吧 少講技巧 什麼講技巧 Level 1是有些技巧的 當然是很視乎你的背景 好視乎你的背景 看回這裏 好看回這裏 技巧是這樣的 這個passing score 這個講道 這個passing score 是 多久是不是 是的 那就是70% 70% 換句話來講 你可以錯30% 不想選什麼錯 in fact in fact 如果你很不喜歡accounting 你很討厭accounting 見到一些barnet sheet會嘔的 就不要讀 accounting佔多少 最多是12% 最多是12% 平均是 不要讀 我不會叫你不讀 但是我想說 這個就是一個key 來的 你不用認識所有的passing CFA 你不用認識所有的passing CFA 你不用認識所有的passing CFA 重點就是 你的damage 沒有多過3% 但是我想說 就算是accounting裡面 我都覺得 有個topic是淺一點 有個topic是深一點的 有個topic其實不是很難的 譬如 financial ratio 就是死記的formula 就是問我死記的formula 就是inventory accounting 就是死記的formula 有些是深的 譬如有個topic 我到現在 不知道還在這裏 就是defer tax 對呀 很瘋了吧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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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知道defer tax 你會嘔血的 但是我想說 accounting佔15% defer tax 是整個accounting裡面 其中一個subtopic 那考試佔多少 最多 1% 你不喜歡讀 就不要讀 我叫你不要讀 我也是不值得讀 我也是 我也是 或者讀得很基本的東西 知道很基本就可以了 另外 Duratives Duratives 其實只有5-8%左右 如果你 Duratives上面有四個topic Forward Future Swap 和Option 如果你 Option比較深一點 老實說 那句 Option比較深一點 Forward Future 不是太深的 如果你覺得Option 有些同學 真的不行就不行 讀了十次都不知道 in money off the money 行使假 你搞不定 你又不聽我說去炒 炒就行了 你又不聽 那你就不要讀 那裏最多2% 總之你的damage 不要超過3% 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你控制到的 當然 你不要讀到輸 分數 你讀到輸就行了 我假設你懂 CodeFi 我假設你懂 Equity 反過來 CFA裡面Equity 是偏錢的 CodeFi是偏錢的 即是有些錢topic CodeFi 如果香港人一般計算可以的話 也不太難 也不太難 那ethics 見人見指 自己照著廢鏡 ethics 自己收拾一下 自己決定 幫不了你 ethics 有問題 有問題 很簡單 如果你今年 譬如回到剛才這位朋友問過 很清楚 今年的 Vision 和Mock 明年有很多 是不適用的 記住我講的 很多是不適用的 因為很多今年 在SIPBUS上 明年不再是SIPBUS 這個是事實來的 是一個 但那些 Again Education 你要懂 那些是要懂的 但是 如果你去到Vision 和Mock 是真的準備考試的話 應該全部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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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不對的 那 到現在 現在去Vision 還有一段時間 應該要更新的 資料 但是 絕對是對的 而今年很多 是SIPBUS 明年 是Out of SIPBUS 這個是真的事實來的 是一個 Based on 這兩件事 它說SIPBUS小了 是對的 所以 其實 CFA說了一件事 其實有一點點說 其實我以前也不考的 只不然 公式踢走了 他覺得 以前我根本不會考的 公式踢走了 他也是 那我將時間交給Christy 是 是 是 谢谢大家